第1库里 傅政华被装开 习近平戒指江派 报俄军战机 侵犯瑞典领空 两架携挂核武 英国预警 未来几天 基辅恐暴击战 总攻倒计时 报张文宏被罢关 专家接 背后惊人原因 美军派6架咆哮者战机 致欧洲驻北约 3月31日 中纪委通报 中共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 前司法部长610主任傅政华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通报至 即参与孙力军政治团伙 有观察家认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聚焦孙力军案 实际上他是坚持其背后的曾庆红 江泽民 为自己二十大连任扫清道路 通报指 傅政华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 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等等 傅政华还被指控 特权思想极为严重 生活奢民享乐 长期违规占用多套住房 办公用房和多辆公车 长期安排多名公职 现役人员为个人及家人提供服务 贪婪腐化 大搞权钱交易 非法收受 巨额财务等等 傅政华是老公安 从北京市公安局普通侦察员做起 一步步做到了后来的公安部 常务副部长 司法部部长 傅政华被称为当代第一库立 他落马的消息传出后 许多新闻记者 律师 维权人士都觉得很开心 傅政华担任司法部长以来 中国律师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 许多律师被调证 他是迫害高智盛律师的元凶之一 后来直接参与了2015年的709律师案 数百名律师 维权人士被奢踪 被拘捕 震惊中外 被抓捕的律师中 甚至还包括傅政华在北大上学时 法律硕士班的同班同学周世锋和黄力群 610是迫害法轮功的机构 作为610主任 傅政华曾发动多项全国性迫害法轮功的行动 有人指 傅政华做库立 到头来还是落了个请君入瓮的下场 普志强律师评论 能活成千夫所耻 能死成普天同庆 放眼当今中国政坛 能超过傅政华的 也没几个了 在傅政华之前 中国政法系统已有多位高官落马 包括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 习近平在2020年7月提出 政法器官要敢于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 多位中国问题专家曾指出 习近平并不信任政法系统 在孙立军被双开的消息公布后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远眼分析人士称 在2022年底的二十大之前 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行动 表示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还远未结束 政论家邓玉文表示 傅政华的倒下并不意味着政治整肃的伪生活结束 恰恰相反 随着中共二十大登场 这可能是新一轮对高级官员大规模清洗的开始 傅政华被指 参与孙立军政治团伙 中国研究学者冯崇玉教授表示 孙立军背后的孟建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的红人 所以习近平拿孙立军开刀 是因为习近平认为曾庆红江泽民给他在二十大连任中使绊子 瑞典新闻频道TV4尼赫特纳3月30日披露 3月2日 俄罗斯两架携带核子弹头的苏凯24攻击机入侵瑞典领空 消息人士表示 俄罗斯的用意是要威吓瑞典 该报道表示 自爆发俄乌战争之后 瑞典空军就处于高度警戒 因此能够早早就注意到俄军战机正飞往戈特兰岛 并立即派出两架GAS-39施旧战机前去拦截与拍照 进而确认两架携带核子武器的俄罗斯战机入侵领空 这就是俄罗斯飞官摆明要展示的东西 瑞典空军参谋长艾德斯壮表示 我们将此事评估为故意行为 这非常严重 特别是因为对方是一个交战国家 尽管他不能排除导航有误 但一切都指向蓄意行动 即他们侵犯瑞典的边界 瑞典的军事战略专家林恩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 这是一个发给瑞典的信号 即我们有核武 我们也可以考虑动用核武 俄罗斯3月初 合计派出四架战机 以不寻常的队形自加里宁格勒的空军基地起飞 短暂飞过了哥特兰岛附近的瑞典领空 前后历史约达一分钟 瑞典国防军当时曾发布声明 指四架侵犯瑞典领空的俄军战机 分别为两架苏凯24攻击机和两架苏凯27战机 俄乌两国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五轮谈判已结束 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说 英国国防部3月31日在推特会整的最新战情显示 尽管俄罗斯承诺将大幅缩浅在北部大城切尔尼哥夫的军事行动 但俄军仍持续对该市炮袭 切尔尼哥夫州州长周三表示 切尔尼哥夫市周二晚上遭到俄军的彻夜轰炸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周三公布最新的空袭视频 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系统摧毁了吉托米尔地区 马林式一套S300防空系统 斯拉夫-盐斯克和乌格勒达尔地区两套Buk-M1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多个乌军弹药库 乌克兰警方周三也表示 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遭到炮击 俄罗斯军队袭击了9个定居点 损坏了至少8座民用建筑 包括房屋和商店 英国国防部指出 乌俄战事已经打了36天 尽管部分俄军队确实有撤离的迹象 但俄军坚守在首都基辅的东西两侧阵地 未来几天 基辅城郊地区可能会发生激战 另据报道 根据乌克兰此前截获的俄军机密情报显示 俄乌冲突将会在5月9日之前结束 对此 乌克兰认为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即将结束 意味着此次冲突结束也进入了倒计时 毕竟5月9日是俄罗斯为国战争胜利时 因此 乌克兰坚信 停火进入了倒计时 此外 俄军部队在马里乌波尔地区的战事还在进行 并且是愈演愈烈 而三线作战的俄军部队进攻速度并不快 因此外界认为 目前俄军可能在等待后勤补起 或者说在调整节奏 一旦补起到位 新的战术规划好之后 也许就是俄军对乌克兰发起总攻的时候 上海市疫情持续升温 中国抗疫专家张文宏却疑似突遭免职 自3月25日 他以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身份 出席上海疫情记者会后就消失了 自26日开始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吴京雷取代他的头衔出席防疫记者会 对此中国问题专家恒和指出 张文宏一直是上海防疫的权威人物 是官方发表防疫观点的代表 而取代他的乌京雷 专业确实儿科心血管和重症监护 而且他从2004年就开始担任 复旦医院管理处处长 成了行政官员 曾做过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和纪委书记 是卫健委主任 恒和表示 吴京雷取代张文宏 这是一个政治任命 用党的领导取代专家 这说明上海的防疫模式 很可能从独特的精准防控 转变为更进进全国的封城的动态清零 恒和指出 张文宏去年曾宣称 要与病毒和谐共处 随后 即被前中共卫生部长高强等官员们言批 而习近平亲自部署 指挥的清零模式更不能输给了共存模式 今年秋天顺利连任是习近平的头等大事 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 他不能被指责有任何错误 近来上海的防疫政策变化 张文宏一辈突然免职等现象显示 当前中共高层的权斗非常激烈 时评人士唐靖远也指出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近年来 凡是疫情严重爆发的地区 都前往现场独占 但唯一没去上海 因为主政上海的李强 是习的亲信 很可能在二十大晋升常委 孙春兰在形势不明的时候 如果贸然去了上海 他是支持精准防控 还是施压必须清零呢 搞不好哪头都不讨好 唐靖远表示 自上海封城后 人民生活大乱 食物价格持续高涨 北风的小区居民有饿死 因病无法医治 跳楼抗争等一系列社会乱象 上海疫情政策 因中共内斗而变化 不但涉及习近平的权威地位 也涉及二十大的权威争夺战 据外媒报道 3月28日 美国国防部表示 将派出六架 美国海军EA-18G咆哮者电子作战飞机到欧洲 以强化北约组织的电子作战能力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 在记者会上表示 EA-18G咆哮者电子作战飞机 不会被部署 用于对付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部队 科比表示 部署这批咆哮者目的 是用于强化北约的集体防御能力 同时可以进一步提升 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的空中整合能力 这批电子战飞机 将从美国华盛顿州的 惠德贝岛海军航空站出发 预计当天 即会抵达德国史班达勒姆空军基地 科比说 EA-18G咆哮者电战机 是FA-18大黄蜂战机的改良版 专门进行电子作战 使用感应器来迷惑敌方雷达与空防系统 科比提到 随着这批电战机一起前往德国的 总共有240名海军 其中包括后勤维修人员和飞行员 为了降低核战争的风险 美国总统拜登 下令限制美国进入的程度 以避免冲突升级 并且排除将飞机或其他大型武器系统 送往乌克兰